現在張志佳面對的 有可能是這場比賽的最後一個打者 輪到打擊的是六棒的捕手阿布勝之柱 還是要小心 今天阿布曾經從張志佳手中敲出兩隻藍打 這個球內野上發的飛球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交給陳大豐 交給陳大豐 解殺出局 三人出局 中華隊贏了 三人出局 比賽結束 中華隊繼1988年之後 再度在季軍戰當中 立刻的日本隊 三比零靠著張志佳玩封九局 加上搶拿著陳進鋒的兩隻全打 三比零擊敗的日本隊 在國人面前拿下了一場漂亮的勝仗 再次回身座牽制了 第一次游了 一個漂亮的回馬槍 牽制了一壘上的緊張紅河出局 金球揮棒落空遭到了三陣 張志佳投出了今天的第二K 也讓日本隊在二局上半留下一個一壘的殘壘 沒有得分 比數還是0比0 飛一棒落空 關鍵那個三陣 解決掉了二棒的東出輝玉 也讓日本隊留下了一個三壘的殘壘 在三局上半日本隊還是無力攻城 目前比數0比0 如何的修正變成一個重點 接個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的飛球 左外野手陳清風順利介紹了三棒的井口滋人 形成了一人出局 接個球打擊出去右外野方向飛球 右外野手往後退 對 跳起來 接殺出局 四局上半日本隊的攻勢 擊棒打得高 在三壘旁邊的界外飛球 張泰山 接殺出局 漂亮的泰山 漂亮的接殺 打擊有了 二壘方向 黃宗益傳給鄭昌明 再往一壘搜 Double Play 讓日本隊在六局的上半 沒有能夠攻下任何的分數 連爆六個鴨蛋